选举竞争很激烈 大家各自之间的政策的攻防 也都很多 可是问题是 国民党好像是不是很习惯抹黑 所以都是用抹黑的方式来做攻击 这明明没讲的话 硬塞到人家嘴巴里面去 我先这样讲 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沦为打嘴炮 沦为打嘴炮 打嘴炮我懒得进入到这个细节 可不可以跟大家讲 魏锦辰我认识 你认识 我拜访过好几次 我以前当过基层明代的助理 我拜访过好几次 我必须要搞清楚 我先跟大家搞清楚一个前提 就是说这个人魏锦辰 当然他是里长 他今天站出来讲话 是代表李明的声音 民意还是代表党意 我跟大家讲 导播我们这边带大一点 他其实穿的根本不是里长的背心 这件不是里长 这是国民党的党徽 这是国民党的党徽 党徽跟国徽差在哪里 党徽因为那时候国民党制定党徽 他认为国民党比国家还大 所以他的国徽 大家仔细看光芒是没有碰到边边的 国民党是有顶到边边 对 他的光芒是有顶到边边 所以这是党徽 这是党徽 我跟大家讲 他穿的是国民党的背心 然后他是以里长身份 国民党党籍的里长身份出来讲这件事 那真正的台北市 其实各区都有做所谓的背心 真正的里长背心 应该是讲台北市是紫色的 是这个 同文代大人 是这个紫色的背心 这是市政府做给里长穿的 对对对 这是市政府做给里长 有台北市的logo 对 然后我有松山区 那这写松山区 对对对对 那这边就写说 内湖区 所以说 我这样讲好了 他当然跟陈商是有 吵来吵去 是有非常多的 我坦白讲 我觉得是口水战 可是问题是 不要假装是民意出来的 好不好 你是党意出来的 我觉得这件事很清楚的 他其实他就是个 非常中正的国民党党员 他也是非常中正的 国民党的里长 那2014年呢 跟他对选的 那个里长呢 是投靠柯文哲 把这个背景全部讲过来 那这件事情就很清楚 我觉得事情就很清楚 所以呢 他跟陈时中 你看 他跟蒋万安啊 然后跟游淑月 再出来开记者会 大家不要觉得 这是一个这个里长 反映里民的问题 反映里民的福利 没有 他其实是非常中正的 国民党党员 甚至连开记者会 都不必会穿上 国民党的战袍 对不对 党灰的背心 他也没有穿功发的 他也没有想要演一下 说我是这个内湖区的 都没有 好 这是一块 第二块 港前里 其实就是现在这个 塞车最多的地方 港前路那附近 港前路最塞嘛 那没关系 你如果反对 陈时中的这些 疏通港前路的政策 那港前里 魏景城 我就帮你红 你反对陈时中 去疏通港前路的政策 他说烂牛肉 烂牛肉 那这个港前里的 这个李民 自己感受一下 要不要投给魏景城 我觉得就这么简单吧 对不对 那陈时中 那蒋湾呢 有提什么牛肉呢 他提 公车要上网 预约座位 这真的是被人家 笑到这个歪掉的 因为蒋湾当然被人家 讲说没有政策牛肉嘛 那没有政策牛肉 他要努力生牛肉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又是余政华 生出来的 因为余政华上一次讲的 这个轻盈共居 已经被笑一个歪掉 对不对 说什么 什么年纪人买不起房子 没关系 你可以跟老人家一起住 那老人家又有空房子 可以跟年纪人一起住 那时候我就讲一句 我爸都不想跟我住了 老人家怎么想跟年纪人住 反过来 我也不想跟我爸住 因为生活作息 真的不一样嘛 对不对 确实是有困难嘛 好 那现在他们想了 差不多一个月左右 有新政策 他说 我要上网 预约公车的座位 什么意思 他说 公车 要增加公车的使用率 那公车使用率 要怎么增加 那你有需要 你就先上网 预约公车 预约公车座位的时候 你上去就有位置坐啦 那你是不是就觉得 公车不用挤啊 比较OK 我坦白讲 公车有对号吗 第一个 车子没对号 对 座位也没对号嘛 那怎么预约 所以嘛 我跟你讲 这真的是 百分之百 没搭过公车的 想出来的嘛 我第一件事情 我坐307上下板 那个以前高中 307去综合到板桥的 一来来三台 岂会你预约哪一台 对不对 你还要去对车号 对啊 你要去对车号嘛 第二件事情是 现在公车 其实坦白讲 我觉得已经 比以前好很多 慢慢整点了 可是你要到整点 完全整点还是很难嘛 因为路况真的太 我也不会这样去 要求台北市或西美市的公车 一定要百分之百整点 我们自己开车都知道 有时候会有塞车 有时候有车祸 不可能整点 那很简单 我预约10点半的公车 假设尾号0620 小弟我生日到 那请问先来个0621的公车 你上不上 正常的一定上嘛 因为10点半 假设我11点要到学校 我10点半公车 我就一定得上嘛 那我一定得上 奇怪 那请问你预约预约好玩的 是不是 我是说你预约公车已经跑掉 请问怎么办 这是第二块 第三块 很多人会预约 会预约好几个 请问 出生纠分的时候 怎么处理 你都为什么就我预约五个好 五台的我都预约嘛 那我只弄一个 那四个放弃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预约到 又或是我预约有人坐下来了 那可能说我先到先坐啊 你不能说我预约就站起来 那怎样 公车司机开到一半 还停到旁边 然后两个吵架 我要去调解一下 这不可能的嘛 这太多问题 我坦白讲 我用膝盖想到一大堆问题 可是蒋万这样把这件事 蒋万竞选择团队 没有人搭过公车吗 我认为可能没有 这太夸公读生总搭过公车吧 他们不会去征询公读生的意见啊 他会问问废宏泰啊 问问赖世宝啊 这些人不搭公车啊 这些人可能五十年没搭公车 对啊五十年没搭 我坦白讲 我现在也不太搭公车 可是我至少了解 现在的公车是什么样子 或是你要问一下 有搭过公车的 你怎么会提出呢 所以吴时尚就笑啊 找里长和言抹黑大序 恐怕也是为了预约公车 惹意而转移销点 对嘛 因为这公车变成大笑话嘛 对不对 所以全部都已经变成一个笑话之后呢 现在呢 现在整个民调 他现在长什么样子 你看蒋万安 这个整区嘛 对不对 我们先看整体 蒋万安整体28.3 陈时中26.4 黄珊珊24.4 这咬得非常非常近对不对 其实基本上就是 有点接近正三角形的撒派度 对已经是正三角形撒派度 可是你看 国民党支持者71.6支持蒋万安 19.1支持黄珊珊 可是呢 民进的支持者是81.4支持陈时中 那表示选票都回去 几乎都回流了 你看你看看 对于国民党来说 差10%支持者没有回笼 然后第二件事讲完的 这个这个这个 汇报单是什么 上次投顶手中的 只有54%支持蒋万 才一半多一点 对没有都完 23点25点4%去支持黄珊珊 我是这些人我也不肯拿 你就提出公车要预约了 我怎么支持得下去吗 摆明是真的 我不想用草炮来形容 但真的 我觉得不要讲草炮 但是真的太不接地气嘛 那陈时中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说 大家对于陈时中的信心程度比较高 看好度 看好度比较高 所以呢 我觉得这样选战的 当然呢 我认为陈时中遇到一个比较大困难 就是说上礼拜一个礼拜 其实陈时中是有可能黄金交叉 讲完的 可是因为都在讨论论文 没错 那论文在这个礼拜会卸 大概就差不多落幕 也不会落幕 我们讨论蔡壁炉 跟讨论许淑华 换句杀国民 所以说我认为 在这个礼拜我们持续观察 我觉得很有可能 陈时中跟蒋婉安 就在这个礼拜会黄金交叉 的确 关于陈时中跟蒋婉安 因为蒋婉安特别去拜访这个里长 还呛说好大的官位 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这完全就是一个刻意的抹黑